9月14号,两岸一家亲中秋话团员两岸婚姻家庭成员中秋联谊慰问活动在重庆举办 在与两岸婚姻家庭成员及台胞台署代表60余人参加了本次活动 记者了解到,参加此次活动的两岸婚姻家庭成员中既有刚到大陆定居生活的台湾同胞 也有嫁到台湾30多年的陆继配偶 走过山间小路,翻越满山茶园,两岸婚姻家庭成员们来到了巴南区的定性茶园 记者在现场看到,精美的汉服,华丽的头饰,汉服体验的配饰等早已为成员们准备好 他们在制作传统灯笼,装扮汉服造型的过程中感受中华传统文化 穿着汉服,拿上自己制作的灯笼,不少两岸婚姻家庭成员合影留恋,现场其乐融融 随后,成员们来到了市级对台交流基地,南全抗战遗址群,参观了林森别墅,孔向西关底等旧址 大陆配偶潘盈琼是第一次在与参加两岸婚姻家庭成员联谊活动 潘盈琼告诉记者,通过这次活动让他感受到了两岸一家亲的浓浓亲情 今天参加这个活动非常非常开心,我们跟所有台湾家人们也穿了汉服 也拍了各种各样美丽的照片,然后也品尝了茶的文化 让我们能够感受到就是中国的传统的节日的情意 来自台湾的陈信杰是一个重庆女婿 她告诉记者,她从最初对大陆的不了解到现在喜欢上重庆 如今每年她都要回重庆看看 陈信杰说,这次回来家人也在商量准备,在重庆定居 不仅因为这里的发展,更是因为感觉这里的人们幸福指数很高 她也希望以后可以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变化讲给台湾同胞 结婚以后对大陆了解,尤其是重庆这个地方 慢慢慢慢了解越来越深,我也懂会讲一些重庆话 回祖国真的很好,真的很好,为什么幸福指数很高,尤其在重庆 据了解,两岸婚姻家庭被誉为两岸三通之外的第四通 是传承中华民族根脉,传播两岸爱情亲情的重要纽带 目前在与两岸婚姻家庭已超过1.6万余队 他们在两岸交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觉得我们两岸婚姻家庭在两岸是一个非常好的桥梁 我们应该由我们本身做起 我们把大陆一些正能量的一些视频或者是一些事情 让我们台湾的同胞,台湾的亲友们都晓得 然后促进两岸和谐,然后由我们家庭做起 然后让中华文化传统能够发扬光大 中华文化传统能够发扬光大